現在中共肺炎是蔓延全球 那麼外界是否還記得作為疫情發源地的武漢 當初在封城之前離開的500萬人去向如何 美國南漢普敦大學透過大數據分析 模擬當時有將近6萬武漢人出國的移動軌跡 顯示與目前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勢高度吻合 大陸媒體3月23號報導 義大利首宗確診病例是一對中國夫婦 住院49天後出院 目前已經康復 女方是武漢華中師大的文學院院長胡亞敏 夫妻兩人1月22號從武漢出發到歐洲旅遊 抵達義大利後 身體不適被送到當地醫院治療並確診 他們趕在武漢市在1月23號封城前出國 遭網友怒罵千里投毒 這篇報導也間接承認 這次義大利疫情的始作俑者是他們 千里投毒的還不止這兩位 還記得這位吃了退燒藥 從武漢逃到法國的中國女子嗎 她成功騙過了法國機場的發熱檢測之後 開心地和朋友見面 這是她在法國一家米其林星級餐廳用餐的照片 還有這名30多歲的中國男子 曾在武漢滯留1月6號吃退燒藥後搭機 順利入境日本成為日本在這次疫情中的確診首例 青浪財經在1月28號的報導 目前全球各地發現的中共肺炎確診病例 絕大多數是武漢輸入型病例 封城前離開武漢的500萬人去向備受關注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在疫情剛剛爆發時 中共採取全面封鎖消息 隱瞞疫情錯過黃金防控期 中共官方在那個時候都仍然還在極力掩蓋 這個是導致武漢的集中爆發的感染人群 以幾何級數迅速擴大最直接的原因 也是導致逃離的500萬武漢人當中 有大量的病毒攜帶者或者是已經感染者 把病毒傳播到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一個最根本 網友說500萬逃出來的武漢人 假設1%出國 那就是5萬 按照發病率10% 5000病人在世界各地 每個國家分50個 按照RO系數4 14天一個週期 一個月至少800個隱形病患 多可怕 是否認不了的 英國南漢普頓大學的大數據團隊 曾在今年2月中旬用大數據分析的方式 對封城前離開武漢的6萬名人士的手機 與航空數據進行分析 並匯製出了這批人的移動軌跡圖表 研究團隊在分析結果時就曾提出警告 指出疫情已經大規模爆發並且擴散 所有國家都將難以倖免 它的主要就是武漢輸入型 所以在這點上 中共是如何也少不了國的 1月30號 新英格蘭醫學記刊發表一篇 有關中共肺炎的研究報告 作者是來自中共疾控中心 湖北疾控中心和其他中共衛生機構的專家 文章指出 引發這次疫情的病毒 早在去年12月中旬就已經在武漢發生人傳人 中共當局1月20號才宣布病毒會人傳人 疫情大爆發以後 我們看到中共不但沒有 任何反省自己的行為 也沒有任何對受害的國家表示歉意 反而還洋洋自得的去大肆渲染 所謂的中共抗疫模式的體制優勢 甚至厚顏無恥的向全世界索要感謝 而更為惡劣的是 中共還動用整個文宣系統和外交系統 有組織有步驟的開始將病毒來源 這個問題嫁禍給美國和意大利等國家 當全球忙著控制疫情的時候 讓我們再回顧這張圖 1月23號武漢封城前 500萬武漢人的大逃亡的軌跡 或許能說明疫情的源頭來自哪裡 當武漢疾控中心主任李剛 還在說病毒傳染性不強 疫情可防可控時 短短幾十天的時間 中共肺炎疫情已經蔓延全球